小伙自学书籍成为史上最强观想师 仅仅需要看上一眼 便能预测他人的未来命运 连国王都要听从他的指挥做事 故事从15世纪初期的古代朝鲜说起 在距离都城很远的郊外 有一栋破败不堪的屋子 这家主人名为金乃靖 如今已经年过中旬 生活潦倒穷得叮当响 平常依靠制作毛笔赚取微薄的小贤 和自己的儿子和小舅子一起过着穷日子 儿子震恒虽说腿部残疾 但从小博览勋疏 一直期望能够考上仕途为国家处理 小舅子是个化疗 很容易发脾气 现在算是保姆 照顾三个人的起居问题 别看现在穷在十几年前 金乃靖祖上也是贵族 在都城有着不小的权利 可惜被判成逆贼 导致家道没落 突然从贵族跌落到平民 巨大的落差让他难以接受 曾经试图自杀来逃避现实 可最终放不下年幼的儿子 他才苟活下来 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多年来 他深入研究各种玄学书籍 希望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命运的答案 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 却无意中成为面相大师 他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 仅仅通过观察一个人长相 便可以判断此人未来的命数 也因为此项技能 他在当地被当作神人 很多人慕名前来找他面相 这天名叫张燕红的妹子从都城赶来 他称称自己是做绸缎生意的老板娘 特意前来询问以后生意的事情 金南静看到他第一眼直言 如果诚心来解惑就不要撒谎 通过面相来看 面色红润 唇色偏红 有点巫师的感觉 但不是当巫师的命 命数基本上和生意沾不上边 虽然不知道是何居心 想糊弄人的话还是请走吧 对此答案女人很是开心 她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开心快乐店铺的老板娘 独称人尽皆知店就是她开的 那里聚集了各种大观显贵 是个高级的地方 老板娘想求求金乃静出山为自己打工 帮助观察那些客人的相貌 从中获得必要的有用信息 她承诺会给很多钱作为酬劳 不过她的请求还是遭到了拒绝 老板娘提醒她 能够赚的时候就应该多赚点 说不定什么时候小命就没了 在留下一单子钱后 潇洒的离开 此时的郑亨正在集市上输出毛笔 碰巧遇到了横行霸道的差矣 由于商户交不起保护费 她居然光天化日之下 玷污老板的女儿 郑亨看不下去 想要上前阻止 可旁人阻拦 让她不要多管闲事 只有这样 所有人眼睁睁看着事情的发生 却无动于衷 也正因为这件事 让她更加要走向仕途 凭借一腔热血 去维护社会的正义 回到家后 她再次向父亲提起当官的事 听到这件事 金乃静很是愤怒 通过面向 她知道儿子根本就没有关允 非要硬着头皮上 最终只会落到一个悲惨的下场 作为家里的毒苗 她坚决不同意 郑亨认为 与其这样苟延残喘 不如堵一堵 宁愿被砍头 也要靠科举 听到这番言论 金乃静失手打了儿子一巴掌 可是打完她就后悔了 仔细想想 儿子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这么多年 她一直卧在大山里面 寻找秘书的答案 她为什么会有这么坎坷的命运 如果真的想得到解答 或许走出去也是一种方法 同时也能赚钱 尝试重振家族 她和小舅子商量 第二天赶早起床 谎称去做生意 留下儿子一个人 但第二天 提前离开的却是镇孔 小舅子头天晚上提前告诉她 让她赶在金乃静之前离开 为自己的人生 努力拼搏一次 面对儿子的坚定信念 金乃静也不好挽留 只能在心中祈祷儿子能够平安 至此 父子两个分道养镖 儿子考取功名 金乃静和小舅子前往都城 出来乍到 两个人被当作乡霸佬 经不住美食的诱惑 放肆地打持起来 老板娘最大的能力便是察言观色 对付他们两个 简直是手道心来 晚上趁着她俩的兴奋进 带着一帮小姐姐 把他们团团围住 九色的诱惑下 她俩根本就没有把持住 有什么说什么 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其中一位妹子 长相身材都很好 其后是没有办法让客人喜欢 金乃静立马看到问题所在 只要在鼻子上点个字 以后保证是头牌 按照她的指示 这个妹子越来越好 最终还成为贵族的夫人 这一晚她俩尽情的开心 等第二天醒来时 两个人喝得零丁大醉 小舅子还穿着女人的衣服 突然一群大汉把他们叫醒 昨晚喝得太多 蒙逼状态下签下协议 他们两个必须给老板娘无偿打工三年 每天接待各种开箱的客人 没有假期 没有加班费 就这样被人坑 小舅子气就不打一出来 愤怒之下要找老板娘理论 金乃静立马叫住了她 老嫂就说过 你的凸起的猴结 导致脾气暴躁 很容易毁掉自己 让你不要动气 你就是不听 想通过武力解决问题 基本不可能 只能智取 让自己得到解脱 她最近观察到 有一间屋子进出的都是贵人 说不定从中偷听 可以抓住老板娘的把柄 然而这个屋子并不是用来会客的 而是用来教育小姐姐的 这两人在背后 一蓝美色 尽手掩底 正打算要离开时 碰巧遇到长令大人 她此番前来 就是来找金乃静 前几天发生一起命案 年轻妇女被人杀害 在现场逮捕了两个人 经过审讯 他们都不承认是自己做的 无奈之下 想找金乃静帮助破案 机会这么巧 金乃静欣然答应 也能趁此机会高盘 脱离老板娘的掌控 她首先要看一下死者的失手 根据面相 此人应该是个长寿的命 出现这种结果 只有一种可能 她的丈夫 两个人在婚姻上并不搭配 结婚后经常吵架 丈夫最终才会想到杀害妻子 真正的凶手就是死者丈夫 她成功帮助破案 深得长令大人的赏识 给了他们不少的酬劳 晚上两个人开心的出钱 幻想着未来的好日子 本以为好运到来 没想到突然冲出黑衣人 把他们两个绑走 带到了脚外 为首的人声称 怕金乃静以后坏事 在她成气候之前 直接铲除掉 杀手这样挥刀之际 长令大人带人赶到 吓跑了黑衣人 救下了金乃静 等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经历过生死逃亡 金乃静被吓破了胆 打算脱离危险之地 回到自己的大山里面 但长令大人告诉她 有一位大人物想见她 此人正是能够左右朝政的金松瑞 在当时时代背景下 国王掌握绝对权力 他的下面有两大重臣 一个是自己的亲弟弟 首扬大军 另一个正是年迈的金松瑞 他们两个在官场平分求色 各自掌握一半的权力和人才 如果能够报道金松瑞这棵大树 未来前途非常可观 见到金松瑞第一面 他便知道此人大有可为 是非常难得的好面相 金松瑞也非常少是有能力的人 国家正值用人之际 他的帮派也需要扩充 正好可以依照面相 来选拔有用的人才 在他的帮助下 却是发现不少贪污腐败人员 同时根据不同的命数 安排适合的职位 他的儿子郑衡也来参加面试 为了掩人耳目 他连名字都改了 当问及他为什么要选择当官 他回答就是不屈服于命运 儿子的执着彻底感动到金乃靖 他同意儿子的想法 让他步入了仕途 金乃靖的能力很快在都城传开 连在皇宫的国王都有所耳闻 为了不被人发现 国王亲自来到金乃靖的住所 交给他一个重大的任务 国王怀疑有人会逆反夺权 允许他参观 以往国王的画像做参考 用意判断当下的臣子 有谁会谋反 国王家界曾从礼物为名 让金乃靖趁机接触那些大人物 通过面向判断 再报告给国王 其中最让国王放心不下的 就是自己的弟弟首阳大军 此人掌握极大权力 手握重兵 是最有可能谋反的人 但当天晚上通过观察 金乃靖并不认为 手揚大军有逆反的相貌 得到这些话 国王的心总算踏实了 他身患重病 甚至时日不多 虽然他放心不下的 就是小儿子 那么点的孩子 怎么能够和那些成人斗心急 礼中前他写下一书 让金乃靖跟随金宗睿 好好辅佐小国王 但金乃靖相信 并没有什么反贼 没有必要提防任何人 金宗睿教训他 就算他不会看相 也能够看得出来 手揚大军就是一个反贼相 这句话着实让金乃靖震惊 当他见到真正的手揚大军 他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此人气势辉煌 面向凶恶 一脸反贼相 那天晚上见到的 其实是替神 手揚大军的人 得知试探他的消息 故意找人互动金乃靖 连国王的秘密任务 他都能够知道 可向宫中有多少他的眼线 手揚大军的势力范围 遍布角落 连国王的戏制 他都不以为然 但是手下打猎 还携带猎物参加会议 他早就知道金乃靖真实的底细 晚上再次派人将他绑了起来 依旧是上次为首的蒙面人 他让金乃靖带话给小国王 就说真正想造反的人是金宗睿 只要手揚大军能够成功当上国王 他保证 金乃靖的子子孙孙 世世代代衣食无忧 如果不答应 他的小命和他儿子小舅子都会惨词 不管跑到哪里 都会追查到底 这么一恐吓 金乃靖不知该如何是好 小舅子认为 以照当下格局来看 首阳大军是最有可能当上国王的人 帮助他登上王位 他们的小命就能保住 最重要的是 真衡也可以完成仕途梦想 为了真衡 也应该和首阳大军合作 其实南京内心和儿子一样 都比较正直 世代词也不会助纣为虐 他虽然是最强面相识 但他的正直头脑还是差了点 首阳大军掌握军队 仅凭这一点便是已经无法阻挡 他性格暴躁张狂 丝毫看不起金宗睿 还将受力的大虎送给金宗睿 用来嘲笑侮辱对方 气得金宗睿愤怒的咆哮 却没有一点办法 这天晚上 首阳大军召集都城所有的术士 自己身着龙袍 首持酒瓶 听着下面的人尽情的奉仇 说他功高盖世 是王位的最佳人选 所有人都在哄堂大笑 取悦首阳大军开心 唯独一位妹子说出了实话 首阳大军只有逆反才能登上王位 即便成王 也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他请求首阳大军放弃谋反计划 可惜忠言逆耳 他被一刀斩首 当问及金乃靖 自己会不会称王时 金乃靖默不作称 拒绝回答 一盘的老板娘被吓个半死 训斥他 只需要一句违心的话而已 为什么要和这么强势的人物作对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可能是对命运的不符 让他不惜牺牲生命 做出反抗 他立马找到金宗睿 商量对付首阳大军的计划 首先拿出首阳大军的画像 和之前逆反的国王做比较 证明首阳大军 确实有着逆反之相 但小国王并不相信玄学 晚上和首阳大军下棋时 他还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叔叔 他清晰记得 小时候叔叔陪他玩耍的日子 那是他童年最开心的时刻 时至今日记忆犹新 在他的心里 他坚信叔叔是一家人 不会做出逆反之事 这番话触动到首阳大军的心 他告诉侄子 如果他有叛逆之心 那么他会咬着牙 逼自己朝着反方向活着 本来打算今晚暗杀小国王 鉴于亲情打动到他 所以没有下得了手 然而他的心软 却没有换得小国王的完全信任 小国王听信金乃静的话 以防危险的发生 将宫中原来首阳大军的侍卫 全部换成金宗瑞的人 同时小国王也开始研究面相书籍 他的内心很矛盾 需要有人证明 首阳大军到底是忠臣还是反臣 碰巧的是 首阳大军正好感染疾病 陷入了昏迷 正好可以借此机会 让小国王去信 金乃静找到老板娘 假扮成医生 趁机接触到首阳大军 利用民药让他伸水 在他的眉头处点了三颗尺 此时首阳大军的面相 和书籍的反贼相完全一样 当小国王看到时 不免心头一惊 连宫中最信赖的侍从 都是首阳大军派来的 更将让他确信小谋反的事情 他马上召集金宗瑞 商量除奸计划 首阳大军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完全依靠背后一位神秘军士 在出谋划策 之前威胁金乃静的人也是他 如果能够把他给除掉 首阳大军将会是一斤马夫 到时候并不会构成多大威胁 可他们带人搜查了很久 始终找不到神秘军士的人影 事情正在一筹莫展时 大战的号角被吹响 震恒在一天晚上遭神秘人暗算 双眼被下毒导致失明 他痛苦的哭泣 强奸父亲 小舅子看到外甥被害 心里很是难受 一旁的看客低声交叹 说是和金宗瑞有分歧 引起对方的不满 所以才会派人给他点警告 当听到是金宗瑞派人做的 小舅子很是愤怒 他冒着大雨找到首阳大军 告知明天早朝 金宗瑞已经安排好人 等到首阳大军出现时 将会将他给斩杀 他这么做 只希望首阳大军放过他们一家 让震恒可以完成仕途的梦想 他跪在地上 痛哭流泣 恳求着对方 首阳大军答应了他的请求 金奈静知道他这么做后非常生气 他中了神秘军士的套路 暗算震恒的人 这是首阳大军派的 旁人的话也是故意说给他们听的 就是让他们误以为是金宗瑞做的 产生仇恨心理 叛变到首阳大军那边 本想着让金乃静上当 没想到是小舅子中计 金乃静哭着对小舅子说 如果金宗瑞死了 他们都没有火路 可能连小国王都会丧命 然而计划已经败露 首阳大军已经召集了军队 在夜色的监护下 首先攻占了都城大门 紧接着带人来到金宗瑞的附体 双方剑拔弩张 谁都不服谁 可在武力上金宗瑞根本不是对手 随着手下的死亡 金宗瑞也惨死刀下 见此状 金乃静立马跑向皇宫通报 可惜宫廷也已经被神秘军士带人占领 事情无法挽回 只能听天由命 首阳大军走进大殿 威风的站在殿堂之上 让下面大臣选择战队 不服的人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这一晚皇城内外颇不平静 整晚都有人在凄凉地惨叫 无数无辜的人因此丧命 空气中弥漫了血行为 金乃静很悲痛 却什么也做不了 第二天 首阳大军又处决反抗的大臣 其中就有金乃静的儿子 真吼 金乃静立马跪在首阳大军面前 恳求对方放自己儿子一命 他愿意用自己的眼睛作为交换 可首阳大军对此并不感兴趣 他质问金乃静 现在看他的面相如何 金乃静回答道 是天生的国王面相 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登上王位 首阳大军听到后 哈哈大笑 不过他对此并不满意 我都已经当上了王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你再说出来 还有什么屁用 于是一剑将他的儿子给射死 然后潇洒地带人离开 只留下悲痛欲绝的金乃静 抱着儿子的尸体悲凉的痛苦 转眼来到多年以后 金乃静金盆洗手 不再给人看相 躲在荒芜人家小岛上养老 小舅子知道 因为自己让镇衡牺牲 和他那管不住的水 有着莫大的关系 所以他把猴结切除 成为了哑巴 当年的神秘军士 再次找到金乃静 虽然曾经是敌人 但军士很认可金乃静的脑力 他询问关于自己面向的问题 金乃静回答 首阳大军就是当国王的命 他只是看到人们的面孔 却没有看到时代的车轮 就像只看到时刻变化的海浪 其实应该看的是风响 海浪是因为风而起 军士他们只是暂时乘上最高的浪罢了 金乃静只是搭上低处被牵着走的小浪 不过总有一天 小浪会变成大浪 如同大浪 总有一天会变成无数水滴一样 军士的面向看似低贱却又搞鬼 最终的结局并不好 会遭遇斩首之行 这番话让军士很是害怕 后半生小心谨慎 生怕做错什么事 但他最终是寿终就寝 可在多年后 首阳大军一派被推翻 军士的尸骨被挖出来斩首 电影的结尾 近乃静看着远处的海浪 深深的感叹 算不尽的天道无常 电影也到此结束 本片名为观像 故事内容纯属虚构 以古代朝鲜为背景 诉说一段历史悲剧 近乃静作为一个能够通过看向 预测他人命运的术士 他深知那些人最终去向何处 很早他就提醒过小舅子 脾气是他不好的命述 儿子也会因为当官有不好的结局 他看到这些人的未来 却无力改变 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些小人物的存在 才能无意中推动历史的车轮 正是因为小舅子话多 让镇衡参加了仕途 同时也成为首阳大军 昌王的重大转折点 把迫害镇衡的罪过 嫁祸给金宗瑞 让小舅子脾气爆发反叛 告知暗杀首阳大军的计划 如果没有小舅子当初的多嘴 首阳大军或许并不会登上王位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如果 存在即为合理 有它存在的理由 就像很多穿越剧一样 现代人穿越到古代 我们明知历史的走向 却试图改变 最终发现我们做出的改变 其实正是历史中的一步 就像金乃镜一样 它能够洞察未来 但仅限于看到表面的现象 他没有意识到整个时代背景的趋势 当时金宗瑞虽说能够和首阳大军抗衡 可他终不过强弩之末 年轻的小国王没有强大的势力 首阳大军掌握军队 又皇室血脉 即便他不通过计策谋反 仅凭借强大的武力之称 也能够轻易登上王位 而金乃镜正是没有看到这一点 他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正好是安排好的签书 这场大战出现的所有人都在一步一步 推动历史的车轮 走向他该有的路线 而本篇中的每一个人物 刻画的都非常饱满有意境 首先是小舅子 单纯善良 贪图小便宜 在他的人数当中 付出就会得到回报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世界上不是好人就是坏人 听风就是语 很容易相信别人 对社会中的险恶可以说完全不同 他这种人很可能被人利用 从一开始沉迷老板娘的酒色当中 再到被忽悠叛变首阳大军 庄庄事件验证 他是别人眼中的棋子 仔细想想 是不是像初入社会的萌新 老板娘看似险恶又新奇 实则他从小吃苦无数 接触过太多类型的人群 为了生存 他学会了看别人眼色形式 经过多年的磨爬滚打 他对人情世故看得更加透彻 在经历这场大变之后 他有了更深的认识 对金南静充满敬畏之心 首阳大军的超级军师 他是从底层爬到金字塔顶端 真可谓是鲤月龙门 他深知自己出身地位 在宫廷中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他都有可能小命不亡 所以他效力首阳大军时 一直躲在暗处出谋划测 避免出头 生怕一个不小心招来狠过 而这种性格正好迎合底层做事 仅小甚微的作风 这不是缺点 是大环境影响导致的 每个阶层都有自己难言的苦衷 军师想要首阳大军登上王位 可他根本体会不到 首阳大军对自己亲人下手的复杂心情 原本的他打算趁着夜色 除掉自己的职责 然而小国王的话让他于心不忍 侄子是他看着长大的 说到底还是一家人 血脉的亲情让他放弃了暗杀行动 成事在天 谋事在人 最终事情行动与否 还是掌握在人的手中 可能他真心放下争夺王位的企图 但当他意识到 小国王先发制人 让他仅存的善意消失殆尽 这是一场战争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小国王已经起了杀心 如果首阳大军不动手 死的人就是他 在生死面前 他做出他的选择 小国王和首阳大军 两个人相互猜忌 逼迫他们参加这场豪赌当中 到底是对还是错 我们无法去评价 站在小国王的角度看 首阳大军是错的 但以首阳大军视角看 他想活着 就是这么简单 所谓看客 我们只能诉说 不能去评价对与错 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 当然可以满不在乎 如果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 可能会改变之前的想法 最悲惨的莫故于震吼 他或许就是许多人的影子 抱着纯洁 充满正义的心朝着梦想前进 和走着走着发现 路途比想象中泥泞 有时候会身陷陷阱 无法自拔 当有人伸出援助之手拉你时 你并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人 当被拉出来才发现 此人背后还有人 想要凭借自己 围绕的正义之光照亮世界 仔细想想是很难办到的事 既然想要让世界充满光明 甚至必要走进黑暗当中 让自己变得更加茁壮强大 然而震恒 他只是个单纯的少年 并不具备拯救世界的能力 最终的结果让自己伤痕累累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小国王和首阳大军的争斗 更像是一场豪赌 作为小人物的金乃靖一家子 都在豪赌中被当作筹码 扔在台面上 金乃靖也在赌 如果小国王胜利 他将会升官发财 名流轻视 如果赌错了 家破人亡 输得一可而静 事实的结果是 金乃靖无法承担赌输的代价 而这个代价由他的儿子去承担 到了最后 金乃靖也纵算悟出自己观象的局限 世事无常 万般皆使命 半点不由人 无论是首阳大军 还是安前马后的小人物 终究走不出这个流回 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 结合本片和史料 故事透露出非常火大的意义 在滚滚历史洪流中 一将功成万古枯 能看透的是人心 看不透的是命运 天道无常 一个人的喜怒哀乐 伤口病死 在时代的脚步面前 统统会被踩碎 最终成为茫茫历史中的一部分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 不见不散